第十九届 集集陶藝節開幕典禮 即天心堯62週年慶 日前在天心堯陶藝村內盛大舉行 這次除了慶祝天心堯成立62週年以外 也結合陶藝節一同舉辦 第三代堯主林清禾表示 看到許多孩子對於陶藝都非常的用心 且今天的活動也辦理的非常的好 我們天心堯現在已經進入第62週年 滿62週年要進入第63年了 我看到小朋友每一個都這麼用心 這麼努力把尤其我們今天的陶藝節的規劃策劃 比往年又更好 我們對天心堯的未來 又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 我們希望所有喜歡陶藝喜歡天心堯的人 能夠更加鼓勵我們的第四代 讓天心堯能夠永遠永續地經營下去 藝書大師寧可表示 天心堯在中部地區非常的有名 且與一般的堯不同 致力於推廣南投的陶藝 這個天心堯在南投在中部地區 這個它的名譽非常的濃盛 而且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天心堯跟一般的堯不同 它不是一個做營利的堯 它是一個專門專注於這個南投陶 尤其是在生活陶方面的這個努力的 不管是設計 不管是陶燒 竹燒 炭燒 在這方面呢 跟這個工業院相互的合作 對這個真正的陶藝方面 來開拓它的這個領域 只是絕功之為 先議員謝明謀表示 集集陶藝節已經持續舉辦19周年 不但非常的不容易 對於提升地方的文化氣息 更有所幫助 今天這個第十九屆 這個說來也相當的不容易 就是差不多地震以後 那時候開始 十九屆嘛 十九年前造陣 逃逸造陣的活動 一直延續到現在 這種精神啊 確實值得可配 而且能夠提升我們地方的 文化藝術氣息 真的是可喜可賀啦 天心堯創立至今 已走過62個年頭 致力於推廣南投陶為主 而集集陶藝節也持續舉辦19屆 不但可以提升地方的文化氣息 也可以讓更多遊客 來集集遊玩時認識南投陶 先議員謝明謀肯定天心堯的付出 也期盼未來也可以讓更多人 透過天心堯來認識到南投陶 記者邱平毅 集集採訪報導